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建道柱的直播間 這個主題是建築Cafe 我是主播阿民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主題是關於日本建築師的傳承之路 可以在我們的PPT上面可以看得到 日本建築師的傳承之路 日本建築它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在這個20世紀60年代差不多是二戰以後 日本快速發展這段時間 其實日本在多方的影響下 發展出許多的脈絡 還有許多有意思的建築思想還有風格 究竟現代建築到了日本之後 是如何一步一步演變成現在所謂的日式的風格 我們今天就稍微來給它淺聊一下 分析一下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有一個小的表格 這個是一個日本建築師的譜系表 這是我們製作的譜系表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一步一步的來 這裡有個小人 對 然後我們今天會送書 這個書具體是什麼書 對 往下看才會知道什麼書 但是在這邊先跟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我們一會兒會有送書的環節 然後請大家就踴躍在直播間留言跟互動 然後把你的互動的還有留言的截圖 發到我們見到祝閣的公眾號 然後我們的小助手會統計 然後抽出兩位幸運的粉絲 那我們準備就開始了 這個是一個大概的一個時間軸 就是日本從二戰然後一直到差不多2000年 因為2000年的話 又是日本東京奧運的這一年 雖然說 不是2000年 2020年 2020年它雖然有這個疫情 它延到了2021年 但是我這邊的日期還是寫2020年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看得到1964有一個奧運 2020也有一個奧運 那其實在二戰1945結束以後 一直到1964的這個將近20年的時間 日本其實發展得非常的快速 然後1964的時候又重新的回到了世界的舞台 所以原則上大概的時間節點就是 這個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 首先是1964的東京奧運 那再來是1970的這個大阪的世博 然後1991出現了這個泡沫經濟 1995有這個板神的地震 2011有這個海嘯還有地震 然後再到2020的這個東京奧運 其實在這個小圖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個二戰結束 一直到東京奧運 這個小的這個表格上面 那麼首先我們會先講到一個人 這個人是錢穿國男 那為什麼會先提到這個人呢 因為其實日本的這個建築設計其實簡單來說 他最一開始在明治維新以前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江戶時期啊 甚至在更久之前 他其實是比較整個建築風格是比較偏這個 中國的就是唐代嘛 然後接下來他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之後其實大家都知道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所以當你最一開始看到外國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先下意識的想要去把它站為己有 所以其實站為己有是講的比較難聽一點 但其實就是你會想要去效仿他 因為你會你覺得那個東西很不錯嘛 所以你就想要學他 譬如說你看到一個藝人的穿搭非常好 你就是想要先跟他穿的一模一樣 但是慢慢你可能會發現 哎呀我可能長得比較矮啊 或者是我可能比較胖 或者是我太瘦了 或者是怎麼樣 那慢慢的你會去調適 那九月九日你就會知道 其實你是適合什麼樣的 慢慢的你就會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穿搭風格 其實日本也是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在二戰以後呢 這個日本就開始去學習這個所謂的現代主義的建築 但是在二戰以前其實他們就已經開始了解 因為首先它是明治維新嘛 明治維新它大量的去這個copy這個西方的東西 然後到了二戰的時候 因為他們戰敗了嘛 戰敗之後他們重新開始反思這個點 然後再到這個1964的這個奧運 所以我們首先呢 需要先來講這個前川國男 前川國男他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人 我們來這個表格上 可能有一點看不見 但沒關係我把它放上來 他在這個位子 這個前川國男在這個位子上 然後他的前面是誰呢 他的前面是這個科布希耶 科布希耶我把它放上來 科布希耶在他的前面 他首先呢 他其實是可以看到這裡有個表 我這裡方有畫了一些顏色 可能大家字看不太清楚 沒關係 但可以看到有這個顏色 東京大學是用紅色來標榜 然後橙色呢 是這個東京工業大學 然後綠色的是早稻田大學 紫色的話是他所謂的自成一派 然後深藍色呢 是這個海歸派 就是他呢出國留學 然後再回到日本 然後黑色的是其他 比如說他本身不是建築系 或者他是轉到 或者是他本身不是在 不是隸屬於早稻田 東工大跟東大的這三個學校的 其他的日本的學校 我把它歸類在這個其他 所以呢可以看得到這個 田川國男他是紅色 為什麼因為他就是東大 他東大畢業 東大畢業之後他去哪裡呢 他去了這個科布希耶的事務所 遠渡重陽去到了這個法國 然後去了科布希耶的事務所 所以他學習了科布希耶的那一套 所謂的現代主義 還有他的這個功能主義 還有他這個混凝土的使用啊 然後還有所謂的這個建築原則啊 這些東西 所以你其實在這個照片裡面 可以看到他最一開始這個自宅 其實是相對而言比較日式的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他這個自宅的室內 自宅的室內呢 其實是有一點點萊特 就是Frank Wright萊特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後來回到日本以後 他去了這個 我們再把人給放上來 他去了這個 Antonian Raymond Antonian Raymond的事務所 Antonian Raymond是誰呢 他是 Frank Wright的 員工 算是員工吧 然後Frank Wright其實如果大家了解萊特的話 應該會知道萊特他其實在差不多1920左右 他來到了日本 然後他當時做了一個帝國飯店 這個如果大家有了解萊特的話 應該知道他做了一個帝國飯店 然後Antonian Raymond就是當時跟他一起來 然後做了這個 一起做了這個帝國飯店的人 那後來萊特他回美國了 然後Raymond他就留在了日本 他開了他的事務所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自宅的這個裡面 其實他有很多的風格 是比較像萊特 有一點點萊特的這個身影 但是你看到這個 比如說是士田谷這個 這個公所 就非常的有這個 叫做科布歇的這個風格 然後底下的這個東京文化會館 也非常的有科布歇的一個風格 可以看到這地方 底層架高啊 然後有一個水平的窗戴啊 然後上面的這個屋頂花園啊 這一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幾何這樣的一種設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呢我們要講的這個人是 古厚吉郎 古厚吉郎是這個錢川國南的同學啊 那他所以他也是東大 當然他跟錢川國南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古厚吉郎他本身就是建築士家 他呢其實就是家裡一直以來代代相傳 都是這個皇室御用的這個圓藝 然後圓林的這個設計師 所以相當於他可以算是建築士家 那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就是後面等一下會提到的這個 古厚吉森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先把他放上來 古厚吉森 然後再來講的這個人是板昌準三 板昌準三是這個可以算是 呃前川國南的學 學 反正就是他的校友吧 對因為他們都是東大這個建築系 畢業 然後 板昌準三呢他一開始是沒有去科布奇業事務所 而且他本身呢是藝術史專業 雖然說他是東大 但他本身是藝術史專業 所以他 當然他一開始是沒有去到科布奇業事務所 而是這個前川國南他推薦他去的 所以他後來也去到了這個科布奇業的事務所 然後 他剛去的時候呢科布奇業覺得 哎呀你本身都是建築系的 你好好學習啊 所以你先當學徒 然後畫圖啊什麼的 所以他在他在他當當他在法國的時候 他也剛好是那個1937年 所以也做了這個法國 這個巴黎萬國博覽會的這個日本館 後來當然回來之後呢 他就跟前川國南一起合作 做了剛才看到的這個東京文化會館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人是這個 吉村順山 今天時間比較有限 所以我不太可能每一個建築師都講得很細很細 所以大家可能感興趣的話可以再自行去搜尋 還有等一下我們會講到的這本書 就是這本書呢是 騰森造信他所寫的這個日本現代建築物的一個發展 然後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去買這本書 當然你也可以在直播先踴躍留言截圖 然後發給我們 然後我們會選出兩位粉絲送這本書 裡面呢有比較多更詳細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再回來喔 這個吉村順山 吉村順山可以看到我這邊標黑色 因為他本身是東京藝術大學 雖然他是建築師 但他不是東大 但沒有關係喔 他一開始呢是先在這個Antonian Raymond的事務所 他一開始呢也是畢業 畢業之後呢 這個前川國南回來了 前川國南回來了之後 換他去了 換他去了這個科布奇業事務所 然後換前川國南去 前川國南先去到了這個Antonian Raymond的事務所 然後等他回來之後呢 他也去到了這個 這個這個 Antonian Raymond的這個事務所 所以總而言之他們就互相認識了 然後互相認識之後呢 就一起做了剛剛提到的 這三個人呢 一起做了剛剛提到的這個東京文化會社 要會館 東京文化會館 所以可以看到這地方 我有用一個框框把它框起來 OK接下來要講的這個人呢 是這個吉 這個地方寫錯了 這個是吉板龍正 這位是吉板龍正 吉板龍正在這個地方 吉板龍正因為他本身是找到田的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找到田 這個大學的這個教學的方向 然後因為他本身找到田 所以他沒有像這個東大一樣 非常非常的喜愛西方的那套設計 而是他還是會去思考一下 屬於日本的這個所謂的在地性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做的設計呢 比較沒有這麼的 雖然他一樣使用了現代的材料 但他並沒有那麼的所謂的現代主義 不過你還是可以從他的一些建築的語言裡面 看到一些現代主義的東西 因為他也去了科布希耶的這個事務所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一樣有一些底層架空啊 然後一樣有一些水平的窗戴啊 只是他使用的材料不是那麼的純粹 沒有那麼多的鋼筋 沒有那麼多的混凝土 雖然還是有 但沒有那麼多 就是說他雖然一樣去學習了科布希耶的一些理念 但是因為他本身並不是東大派系出來的 所以他並沒有像東大的那個教學 他沒有他沒有學習東大那個教學方法 所以沒有那麼的呃 講難聽點就是從洋媚外 相對而言沒有那麼的從洋媚外 他還是他還是會去注意他的這個所謂的在地性 然後還有社區營造 當然他們後來一起做了科布希耶的這個呃 國立西洋美術館 這是剛剛提到的這個Antonio Raymond 然後這個呢也是剛剛也有提到的這個 前山國南板湯準山還有這個吉順順山 他們三個人就這三位 這三位 他們一起做了這個國際文化會館 然後呢這個是他們一起做的這個科布希耶 科布希耶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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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國立西洋美術館 他們是相當於科布希耶他就只是做了一些設計 但實際上後續的一些推進啊 然後施工啊落地啊什麼的全部都是他們四個人一起負責的 所以相當於他們四個人是最早的一波 在呃二戰以後最早的一波 開始把這個所謂的西方的這個現代主義帶進日本的一波人 OK所以這一波呢相當於像呃是1900到191910這個這個這個時間節點出生的人啊 那下一波人是誰呢下一波人呢其實是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人啊這個人叫做大家應該都認識了 我把它弄出其他顏色啊這個人叫做單下健三 想當當的人物叫做單下健三 可能剛剛我們在看前川國男呢或是其他的這些人 反正準三這些人大家可能不是那麼的熟悉喔 但是他們可以算是先行者 那真正的去把這個現代主義發揚光大 在日本發揚光大的人呢是呃就是這個單下健三 他一樣呢也是東大東大派系出來的 然後去到了這個前川國男的這個事務所 然後因為他非常優秀 所以前川國男就引見他認識了科布希耶 然後從而加入了科布希耶當時創立的這個CIM 這樣照大家這個表應該稍微看得見啊 這個看不到字沒有關係喔 因為那個人名我會一個個講 主要是譬如說線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抖抖的線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底下這個地方 抖抖的線呢表示的是他失從 可是他是從學校 比如說他可能進到他的研究室 或是被他帶過 然後如果是短虛線的話是在工作裡面 就是說他是進了他的事務所 然後學習了他的這一套設計邏輯 跟設計語言還有設計的理念 大的曲線呢其實是影響 什麼叫影響呢就是可能這個人 他沒有去到這個事務所 但是因為這個建築師特別有名 所以他就學習了他 譬如說這地方可以看得到 橙本撞劍 橙本撞劍他就沒有去到移動蜂雄的事務所 但是因為他特別就是喜歡移動蜂雄的整套的設計 他也沒有去到這個內島的事務所 所以但是因為這兩個人特別有名 所以他相當於是也是 而且他跟移動一樣都是東大 所以就學習了 然後就從而自己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設計想法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地方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顏色部分呢 剛才已經講過了 那沒有比較晚進到直播間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看一下這個顏色所代表的是什麼 然後有一些框起來的地方是他們會有一些團體 譬如說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三位 前川國南板昌準山還有這個吉順順山 這三個人被框起來 為什麼?因為他們做了一個日本國際文化會館 相當於這個文化會館是屬於日本人自己 對現代主義建築的這個 現代主義設計的這個戒讀 然後從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設計 然後這個比較大的灰框呢 就是包含幾百龍鎮有框進來 就這四位有一個灰框 這個呢是什麼呢 這個是國立西洋美術館 就是說國立西洋美術館是科布希葉的 也就是說在做國立西洋美術館的時候 雖然這四位參與了 但是實際的設計呢 還是以科布希葉的想法為主 然後剛剛提到的這個日本國際文化會館 就是屬於他們三個人自己對於現代設計的 現代主義建築的這個理解 有了這樣的一個設計 好OK 所以前面這些人是開拓者 那開拓者吸引來了誰呢 吸引來了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叫做丹霞健三 丹霞健三他相當於他乘上旗下 他相當於感染了很多人 很多人都受他的影響 比如說安藤宗雄 安藤宗雄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然後比如說安藤宗雄在這裡 然後比如說這個 他在這個丹霞健三 在1964年這個東京奧運的時候 他做了這個場館 戴戴木競技場這個場館 相當於他把現在 他理解完現代建築以後 他加上了這個結構的基礎 他做了一個突破 這個突破呢 是逐漸開始有了日本的一些 屬於自己一些日本想法的東西 這個戴戴木競技館 他感染了誰呢 感染了當時才10歲的 才10歲的這個威爾武 所以呢 這個也就 也就促使了這個傢伙 他最終進到了這個建築圈裡面 然後呢 到了這個中國發展做了一堆設計 對吧 OK 所以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這個人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放上來 全部放上來可能人太多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放上來 OK 我們再回來講這個 單下建三 剛剛提到的他這個T-Max T-Max 就是從CIAM這個很規整的 有條有力的這個 現代主義的一些規範 然後慢慢的出現了 T-Max 開始有一些自由的一些發展 還是基於現代主義的設計 但是有了一些比較自由的發展 無論在空間上 無論是在變化上面 所以在日本呢 出現了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後來當然也影響了一波人 比如說後面等一下 我們會提到的Aki Graham 是在英國的一個 這個團隊團體 那領導人呢 是這個Peter Cook 發起人是Peter Cook OK 那個我們等一下都會提到這些 那我們再回來 所以有了這個新陳代謝 這個想法以後呢 自然而然又吸引了 又吸引了一波人來 吸引了哪一些人來呢 黑川記章 剛剛提到了 剛剛講到一半 黑川記章 寄其心 寄其心 寄其心去哪 寄其心 寄其心 然後這個 顛文宴 然後還有這個大股信夫 這些人 所以你看這些人我把它框起來 這些人用一個綠色的框框框起來 這個框框叫做當下研究所 就是說他們這些人 有些人是在當下的這個事務所工作 有些人是在當下的這個研究室學習 但anyway 他無論是工作還是在學校 他都統一叫做當下研究室 OK 然後當然他們也各自發展出了一些 屬於自己的所謂的理論 那我們先講這個黑川記章吧 黑川記章這位大哥 黑川記章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前一陣子已經被拆掉的這個中銀膠囊塔 中銀膠囊塔可以算是新陳代謝的一個標杆 然後當然還有這個1970年的這個大阪士博的這個一些展館的設計 當然也是因為大阪士博的這個展館的設計 可能是因為當時他們的審美或者他們的想法實在太前衛了 可能沒辦法吸引到當時的民眾 也就因此 當時的民眾包括誰呢 當時的民眾又包括威延武 威延武在受到這個當下的這個呃呃呃呃黛心一場的震撼以後 決定要投身建築 但是他們又看到了這個 他接著他又過了六年嘛 1970 看到了這個大阪士博的這個新陳代謝的這些建築 我的天 簡直是不知道在幹嘛 當時威延武就覺得天啊在幹嘛呢 看都看不懂 所以 他雖然後來還是去了東大 但是他就沒有進到當下的研究室 他反而進到了另外一個人的研究室 那個人叫做袁廣司 等一下我們也會提到這個人 OK 所以新陳代謝相當於比較可惜的地方 雖然他的idea很很有趣很前衛 其實直至今日你都可以拿著新陳代謝的思想來做設計 甚至現在很多的日本建築師他的一些想法都還是源自於新陳代謝 所以他的影響還是很深遠的 只是說最最最最最初的那一波新陳代謝的設計啊或者是人啊已經被淘汰了 那被淘汰的一個轉捩點很大的一個轉捩點就是1970的這個大阪的試博 OK 對 那沒有關係雖然這個鍾銀膠他被拆掉 但是他還是有其他的這個其他的設計還是存在的 比如說這個 靖鋼的這個新聞大廈啊 比如說這個可以看到這個右上角的這個是橘竹輕蓄的一個設計 然後底下的這兩個呢都是單下建三的設計 其實大家可以感覺到新陳代謝的一些設計 最後這些建築設計很多他都被融入到所謂的賽博龐克的文化裡面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我們來剛提到的橘竹輕蓄他其實在這比較遠啊 非常遙遠的這個地方 OK 他可以看到他是這個深綠色 深綠色的話就是他是這個早稻田大學 但沒有關係早稻田大學不影響他加入新陳代謝的行列嘛 所以他有了他自己新陳代謝的一個思路 你可以發現他做的新陳代謝的一些設計可能跟 相對而言跟這個 東大的這個還不太一樣 OK 我們回來我們先講這個大谷幸福 剛剛我們提到賽博龐克啊 你看大谷幸福他做的 雖然說大谷幸福這個設計師可能在國內相對而言沒有這麼有名 或者是你可能在研讀這個西方 日本建築師的時候 可能對這個建築師沒有那麼的了解 但沒有關係 他的這個項目其實還蠻驚人的 就是他這個國立京都這個國際會館 可以看到剛提到賽博龐克嘛 特別的像賽博龐克 大型的混凝土支架啊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些核心的這個Core T Core啊電梯 電梯井啊 然後再把空間給塞進去 這個是不是就跟這個剛剛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這個建築建築 建築archigram就非常的像 archigram他所提出的這個plug in city 插件程式也是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都是可以去重新購買重新安裝的 所以他是就像細胞一樣 他是可以他死掉了會再長一點 死掉再長一點 可以看到他是他提出的這個idea 是1966年 相當於就是很明顯是受到了這個 新疼代謝的這個啟發 所以提出了這樣的一個idea 好接下來就是機器型 機器型這個在國內大家肯定就比較熟啦 因為他有這個在國內有事務所嘛 就是跟這個無欠一起 有了這樣的一個事務所 吳女士在這兒 她在後面她比較年輕她在後面 那他也在國內做了不少的項目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時間 時間點跟他在前面1966年這個時間點 他做的設計其實是不一樣的 機器型他當然他拿著普利茲克獎嘛 因為他其實也是屬於那種 當有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出來的時候 他會率先的去研究這些想法 或者他會自己提出一些想法 然後他並且他會做一個 所謂的落實實踐 無論是實踐把劍頭搞出來 或者是展覽或者是演講 或者是一系列的設計研究 就是他的行動力很強 所以其實無論是在所謂的現代主義 或者是新陳代謝 或者是後面的一些提到的一些設計 理念裡面都有他的身影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一個地方 他不像有一些建物師可能 他提了一套理念之後 就發了那個理念 就一直一直鑽研下去 記憶性他屬於多方位的他都會去探索 他的學徒就是青木筍 青木筍可能大家也不太熟 但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掃這個回馬 然後去到我的小黃叔 可以了解一下他在國內做的一個項目 他在國內做的一個項目 就是上海的上家中心 為什麼因為他是 他是路易威登的御用建築師 他基本上做的大部分的設計 都是路易威登的建築 就是青木筍我把青木筍放上去 青木筍 青木筍在這裡 青木筍也是1950年代的人 1950年代出生的人 下一位當然是板茂 板茂也是曾經短暫的 在計其心的事務所待過 當然因為他這個流血的氣味更濃厚 所以或許計其心 比較沒有計其心的一些設計理念想法 比較沒有影響到他 但anyway他曾經在計其心的事務所待過 那我們就把它放上來 關於板茂的詳細的解說 再掃一次二維碼 再掃一次有沒有 趕緊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掃一下二維碼可以去了解一下 也是我之前講過的關於板茂這個大師的一個解析 把板茂放上來 下面一位是顛文宴 顛文宴這個建築師可能 不太確定國內的大家了不了解 因為這個 顛文宴他可能在台灣比較有名一點點 因為他的土地這個團祭宴 等一下我們也會提到 他的土地團祭宴在台灣做了比較多的項目 顛文宴他比較有名的設計 是這個代官山集合住宅 這個設計拉的時間軸跨度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這地方我寫的是1967 其實他這個時間跨度是一直到1990年代都還在做 因為他是一個大型的集合住宅的綜合體 相當於他分好幾期在做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表面 還是非常的現代主義 但是他所強調的是 雖然他的外表還是現代主義 但是他強調的是內在 他也開始去思考說 我人在裡面遊走的時候 這個尺度合不合適 這個生活感可不可以 這個體驗感好不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他之前的很多的大師 在那個年代所做的設計尺度都是偏大的 然後因為是受到科普歇的影響 所以他們尺度都很大 比較偏向於用規劃的視角在做設計 而不是以人的視角來做設計 你等一下我們看了這個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日本的建築也是從規劃 然後上帝的視角 慢慢的慢慢的去回歸到人的視角 甚至是狗的視角 這個比較會提到全費工作史 那團體驗 不是團體驗 電文驗它在這個 國內的話有做一個是這個 上海海上 海上世界文化藝術 在那個深圳的這個蛇口 是底下的這個 所以如果你在深圳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它的土地 它的土地是團體驗 團體驗它相當於比較有名的兩個項目 是台灣的這個桃園機場的擴建與改造 以及台灣日月潭的這個象山遊客中心 如果有去過台灣的話 一定都會去日月潭 那如果你是在2010年以後才去台灣玩的話 應該會看到這個象山遊客中心 那我們把它放上來 團體驗在這個地方 OK 以上呢 基本上是東大的其中一個派系 這個派系是所謂的白派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紅派 那白派跟紅派呢 是誰 所分出來的呢 就是今天要送書的作者 這個滕生造姓 我們再提一遍 等一下會在 大家在這個直播間 踴躍的留言 分享你的想法 然後記得截圖 一定要截圖 不然我們看不到一定要截圖 把這個圖給截下來 證明說你踴躍的留言了 然後發給我們的小助手 我小助手會統計 OK 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谷口提升 在這個地方 谷口提升 雖然他也在當下的研究室 但是你看到這地方 我把它標的是 藍色 藍色是什麼呢 藍色是海龜派 所以他其實是 他其實是去國外留學了 他到了哈佛的GSD 其實有很多的日本的建築師 都去了哈佛的GSD 哈佛的GSD 有誰呢 哈佛的GSD 是Walter Gropius 所成立的這個建築研究所 所以相當於這個谷口提升 他算是海龜的一份子 但是因為他的老爸是谷口提升 他們家一直以來都在建築師家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谷口提升 做的設計 雖然這個比如像這個土門 土門拳紀念館 他雖然用了混凝土 他雖然看起來非常的現代主義 但是他會去focus在我人在裡面走的時候 舒不舒服 所以這個也是剛剛 顛文宴所思考的一個東西 你會發現同一個時期 有一部分人他走向了思考更大的 更往上的一個層級 可是有一部分人 他就是會往下去思考 比較尺度小啊 比較抽象啊 比較感受性啊 這一類的這種設計 而且你會發現他們在 他在就是谷口提升在做的設計呢 很有日式的味道 跟顛文宴還不太一樣 顛文宴他 沒有那麼日式的味道 雖然他也在思考這個 這個 生活啊 或者是尺度啊 這個東西 但是谷口提升的東西 你一看就會有一種 殘穴 會有一種很靜密的這種感覺出現 可是當你放遠看的時候 他還是現代主義的設計 他還是現代主義的設計 telegram seperti 感谢观看